这位正在忙碌的钱大厨 就是这场宴席的掌勺人 钱大厨告诉我 他要做的这道叫灰豆腐的特色料理 将是整个宴席上最复杂的菜 这种豆腐菜肴为什么叫做灰豆腐呢 难道与灰有关系吗 我的天哪 还真的是灰啊 对呀 什么草木灰 这个草木灰拿来吃没事吧 没事 高位消毒的 我的天哪 这还没开始炒呢 这已经灰就出来了 咱们要炒什么呀 灰豆腐 这道灰豆腐菜肴复杂程度令人惊讶 在开席的前几天就得开始准备 将灶台里的柴灰收集好 经过反复的过筛 只留下最细腻的部分备用 柴灰极具吸水性 利用这一点可以帮助豆腐快速脱水 在包裹时 要确保豆腐的每个角落都能被柴灰覆盖到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经过十个小时 柴灰使豆腐中的水分脱干 豆腐就会像豆腐干一样 结实又弹性 灰豆腐 对 这个豆腐外面一层是什么 裹了一层草木灰 这已经裹了一层草木灰了 它起到什么作用 吸干的作用 跟普通豆腐真的不太一样 普通的那种水豆腐就觉得手里面是发软发沉的 我们这样掰开看一下可能更直观一些 你看这个韧劲就不一样了 掰的时候很使劲 所以下面咱们再用草木灰高温来炒它 对 也是让它炒的就是干一点 是吗 对 那先我倒了 倒 火 炖石 连灰四起 然后就开始炒 是吗 我的天哪 我一炒就整个灰全起来 对呀 我觉得这炒完之后咱俩就灰都土脸的了 你是白云了 我是白云 你这黑土是吗 这就是这种感觉跟你讲 这种做法是谁发明的 这么坑自己啊 我真的服了 这是古老的我们老祖传下来的 是吧 真的是 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 对的 在只有当地才有 像这么炒得炒多久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啊 你不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棒接过去了吗 赶紧拿黑土 前大厨说 用柴灰炒豆腐的方式 看起来很奇怪 但其实它就相当于煮菜时用到的水 或是炒菜时所放的油 不过用水煮 容易将食物煮得过于熟烂 而油来得更猛烈 会将食物炸糊 这种利用柴灰做热传递的方式 还能继续排干豆腐中的水分 让它变得更加坚韧 果然在翻炒了十分钟之后 豆腐就开始渐渐膨胀 哇 你看 现在已经差不多 就变形变得还挺严重的 对啊 来给你看一下 对对对 现在整个感觉火 对啊 已经差不多成型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 现在比刚刚那份量 好像更轻了一些 就是那个皮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是不是 对对对 就可以掰开看一眼 可以掰开看一眼 看里面这个跟刚刚 小心啊 有点烫 哦 你看是确实 为什么轻了 就是你看里面那个 里面有很多的孔 小孔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水分炒走了之后 它就慢慢慢慢 豆子品就是这样 对啊 跟一开始的 你看这是咱留的 你看这俩区别太大了 这好烫 你看这个还是比较紧实的 但是这个就里面都是小孔 现在弹性更十足 对对对 存放时间更长 这两种吃起来的口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像这个的话 还是需要再炒吗 基本上可以啊 基本上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 行 那咱们 你看我真是一夜白头 终于体验到 是不是 你都叫黑土是吧 黑土黑土 你没有白云的 没有 别看灰豆腐 现在还是灰头土脸的 但口感上 已经完全和嫩豆腐 不一样了 我们都知道 带有气孔的食物 能更好地吸收汤汁 所以前大厨 通常会用它来做汤 将当地的土乌鸡下锅 煸出油脂 再搭配补气养血的 落挡参和大红枣 当灰豆腐入锅后 鸡汤里又飘出了 浓浓的豆香 听前大厨说 这道汤菜最入味 最营养的部分 就是灰豆腐 因为它已经将所有的精华 都吸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在宴席上众多的美食中 这道灰豆腐 以及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获得人们的喜爱 正是因为哥老族人 对于记忆中 家乡传统味道的热爱与坚守 才让这样颇具匠心的豆腐美食 得以世代传递